仁宗一心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力 将范仲淹请回来并唯以重任 深得仁宗信任的范仲淹不负皇命全力以赴 但是改革措施触及到了保守派的利益 保守派自然不肯束手就擒 他们一边抵触改革措施的实施 一边想尽办法来对付改革派 不久他们愿意捧党之名诬陷范仲淹 在如此敏感和忌讳的问题面前 宋仲淹是否会相信这些谗言 范仲淹大起大落的来龙去脉又究竟是怎样呢 系列节目范仲淹与庆利新政 浙江传媒学院扬极为您讲述第五集 皇帝起疑心 北宋仲淹宗时期 国内矛盾出路 边境战事不断 政府花钱买平安 大宋江山危机似乎 庆历三年 仲淹求变 为何会选中三番五次顶撞自己的范仲淹主持改革 新政出台招来贵族地主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还是利益作祟 范仲淹改革局部维艰 遭政敌诬陷 结党公司 最终被宋仁宗点关 一年零四个月的改革 范仲淹经历了怎样的心怒历程 庆利新政又给北宋王朝带来哪些实质的改变 系列节目范仲淹与庆利新政 法律讲堂文史版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仁宗皇帝把政坛怪咖范仲淹请了回来 任命他做参之政事 这个职位相当于常务副宰相的职位 全力支持范仲淹推行改革变法 所谓实军之路单军之忧 范仲淹也当仁不让 在仁宗皇帝殷切的期盼和连日的催促下 最终拿出了十条改革措施 这十条措施主要围绕两个重点展开 一个是行政体制改革 一个是发展农业生产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骨感 在具体执行中 行政走样的走样 变位的变位 甚至还有不少法令 在颁布之后不久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还不算完 一场巨大的危机 正朝着范仲淹等一批改革派们 汹涌袭来 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我们首先得掌握它的核心关键词 关键词就两个字 捧党 捧党啊 说白了就是一帮文人士大夫 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 结成利益团体 当权者怕就怕在你一帮人形成党派群体 开始对权力有企图 从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皇位 那是真正要命的问题了 那就是得日防夜防处处设防的大问题了 宋代帝王对盆党问题 神经是异常敏感的 是高度紧张的 换句话讲 盆党也因此往往成为一些政客 拿来搞官场斗争 嫁祸对手的常用伎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范仲淹会被攻击成盆党呢 他究竟得罪了谁 在这批反范仲淹的阵营中 其中有一个叫夏索的人 他堪称其中的代表 夏索 自自乔 江西人 是北宋的一代名臣 据宋史夏索再记转 宝元元年 也就是公元1038年 西夏崛起李元昊称帝 为遏制西夏势力的进步壮大 仁宗皇帝派夏索赴陕西前线指挥边防 这段时间 恰恰也是范仲淹 仕途不得志的时候 夏索还知人善认 向朝廷大力举荐了范仲淹 使其成为自己的副手 按理说 夏索对范仲淹有知与之恩 两人关系肯定很好 可为什么到后来却变成正敌 身为夏索副手的范仲淹 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夏索 夏索又为什么不肯罢休 非要置范仲淹于死地呢 原来时间到了清历三四年间 也就是1043年1044年之间 北宋西夏商讨议和 西北局势趋稳定 这时仁宗皇帝也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 于是就把西县的几名统帅 其中就有夏索 范仲淹等人调回京城 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 也就是疏密使和疏密副使 与此同时呢 又扩充了一批盐官的编制 亲自任命了像欧阳兄 于静 王宿 蔡香四名检官 这四个检官后史号称四检 据宋史夏索传记载啊 就说这欧阳兄等四个检官一上任 因为夏索在西北防务上啊 表现平平 没有军功 只是一心贪恋朝中的权位 况且夏索这个人平时啊 为人刻薄很阴险 因此呢 四检官集体向仁宗提出 要罢免夏索的疏密使一职 并提议由傅弊等人来接任 四大检官齐声弹劾 仁宗皇帝不敢怠慢啊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 提拔夏索 竟引来四大检官的一致反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夏索多少是有点问题的 第二 仁宗一心求变 想尽快启动改革 所以不想在与变法没太多关系的 人事任免问题上牵扯更多的精力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夏索还没来得及上任就被免去了职务 仁宗一心求变 仁宗一心求变 真正浙江传媒学院杨吉为您讲述第五级 皇帝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朝廷大量启用了范仲淹 欧阳修 复辟等一批锐意改革的人士 在这批人当中 又是以范仲淹在当时的政坛 是最具威望和地位的 夏索招贬官 怀恨在心 但又不甘心 事后上书洋洋洒洒了 写了好几万字 替自己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叫屈喊冤 可惜 人情冷暖 政坛上势力演的人不少 如今你夏索虎落平阳 很多人是见风使舵 纷纷站在了范仲淹 欧阳修这边 使则你夏索这个人就谈图虚名 言过其事等等 据《续自治通间》长篇记载 夏索听到后是气急败坏 他对周围人说 没想到 没想到 人走茶凉 哪怕跟自己原先没有过节的人 现在都这样无缘无故的诋毁我 客观情况是 在当时朝野的舆论 对夏索还真有大有痛打落水狗的感觉 而夏索也渐渐的把这股怨气 集中到了范仲淹等人身上 可问题是 范仲淹这个人道德品行 能力才干都没得说顶呱呱 所以夏索要对他背后捅刀子 也只有拿捧挡这种大箩筐 什么都能帮你装的借口来试试看了 况且拿其他小事来给范仲淹穿小鞋 不一定能动摇主子 人宗皇帝对范仲淹的信任和依赖 我们再从另外一方面说 每位朝廷重臣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政治上的伙伴 你往好处想 他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叫团队作业 你往坏里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彭党 有些东西说白了 是非黑白全凭当时的一张嘴 尤其当身为领导的意志力薄弱 判断力不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误信小人的谗言的 接着我们说第二个问题 如今面对政治对手的恶意攻击 范仲淹会怎么做呢 据续自治通间长篇记载 清历四年的四月 正当新政还有条部门的进行中 一天 仁宗皇帝问范仲淹 他说 从来都是小人会结成彭党 君子也有彭党吗 皇帝发问了 范仲淹你总得回答吧 他思考了一下 回答说 我在边赛的时候 发现勇敢作战的将士会相互亲近往来 胆小怕死的将士也会待在一起 在朝廷 政协两种政治势力应该也是这样 对于这些事情 应该由盛民的陛下做出独立判断 不能一味否定 如果结成彭党是为了好的目的的 对国家有什么危害呢 这是范仲淹的回答 各位 我们不妨对范仲淹的回答做个分析 他说的有错吗 我的观点 我认为范仲淹说的既对也错 有观众就说了 你这说法不就是很矛盾吗 什么叫既对也错 那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我认为范仲淹对的地方在于 他客观的揭示了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叫什么呢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叫做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 人是社会性的人 是群居的人 他们一定会有自己志趣相投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战友乃至盟友 这个其实是无可争议的 但范仲淹错就错在 他不该在仁宗皇帝犹豫不决 立场开始摇摆不定的时候 你如此坦然的承认 我们君子是有盆党的 你要知道 仁宗忍不住来问自己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主子的猜疾心 已经发展到相当地步了 你这么一回答 不仅无法让仁宗皇帝释怀 反而还加重了他的担忧 令他更加放心不下了 效果呢 就适得其反 也就是说 仁宗皇帝啊 本来是拿朝廷中 开始流传出的 范仲淹在拉帮结派 范仲淹在搞小团体 这样的留言 来试探试探你范仲淹的 目的还是要为了 让你范仲淹亲口告诉自己 我不是这样的人 来打消皇帝的顾虑 如果仁宗一开始就相信了 我还用得着跟你范仲淹废话吗 我还问你干嘛 一个命令下去 范仲淹你人头早就落地了 可通过前面这番君臣对话 结果倒好 范仲淹呢 本来是有机会澄清的 但结果是越描越黑 反正不管别人信不信 仁宗皇帝是有点信了 他开始坐立南安了 人宗越来越怀疑范仲淹 作为范仲淹的朋友 欧阳修也替范仲淹着急 为了帮范仲淹澹清事实 欧阳修写出了一篇文章 来替范仲淹解释 可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减轻 人宗的疑虑 恰恰相反 更加助长了人宗的猜忌 那么这篇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 以夏总为首的反对派 见此良机又会怎么做 如果范仲淹失去了宋仲淹的信任 新政还能继续下去吗 系列节目 范仲淹与庆立新政 浙江传媒学院扬极 为您讲述第五集 皇帝起疑心 北宋仁宗时期 国内矛盾出路 边境战事不断 政府花钱买平安 大宋江山危机四复 庆历三年 仁宗求变 为何会选中三番五次 顶状自己的范仲淹主持改革 新政出台 招来贵族地区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作祟 范仲淹改革局部维艰 遭政敌诬陷 结党公司 最终被宋仁宗点关 一年零四个月的改革 范仲淹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庆立新政 又给北宋王朝带来哪些实质的改变 系列节目范仲淹与庆立新政 法律讲堂文史版正在播出 如今范仲淹遭受舆论攻击 欧阳修也受牵连 可惜的是 欧阳修这个人文学素养挺高 从政时间不短 可偏偏对付小人的案件伤人 手腕不够高明 经验不够丰富 对于朝中开始盛传的盆党的谣言 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名字叫盆党论 文章一起合成 洋洋洒洒洒洒 写得好 可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承认有君子党 只不过说 当今圣上你要理性的分辨 谁是君子 谁是小人 要重用君子党 要提防小人党 好吗 真的是志同道合了 面对同样的流言的攻击 欧阳修和范仲淹 回答的套路都是差不多的 都承认有君子党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可能危及到皇权统治的问题上 统治者们是不可理喻的 是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来理解的 仁宗皇帝的内心其实早就埋下了一律猜忌的种子了 到头来 范仲淹和欧阳修你这么一坦然承认 更加加重了仁宗皇帝的猜疑 与此同时 以夏宋为领袖的反对派则抓住这次机会 通过打点皇帝的内侍 让他帮忙给仁宗皇帝传递上书来告状 上书中这么写道 范仲淹 欧阳修 傅毕 于晋等人结成捧党 如今他们拿着国家的奉路 私底下用来发展党羽 一个结党可以带进十余位私人的捧党 如今他们几个人一起结成党 那么恐怕就已经发展成为五六十个人的捧党了 如果说这五六十个人在相互提携 各接捧党 用不了几年时间 捧党就会遍布朝廷各个要害部门 到时候危害国家 谁敢对他们有意见呢 他们要是公报私仇的话 有什么做不到的 到时候真的叫危师晚矣了 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皇帝你现在身居内宫 对他们做的这一套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看我们就很认真负责 我们请你听取我们汇报的情况 当机立断尽快罢免掉他们的职务 那么面对夏松这些无中生有 普分捉影的诬告 会让仁宗对范仲淹等人彻底失去信任吗 继续辞职通奸长篇记载 仁宗当时的态度是终不至信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最终还是将信将疑的 但肯定一点的是 仁宗的内心并没有打消猜忌 相反 怀疑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它越是成长快速 范仲淹的政治生涯就越早宣告结束 当然范仲淹也不是没有察觉 据续辞职通奸长篇记载 他和傅毕为了避开嫌疑 直接提出要求分别罢免自己参职正事和疏密室的职位 把他们调回到西北前线去工作 但仁宗一开始不同意他们的请求 原因很简单 第一 他对范仲淹等人虽然有猜忌 但不足以彻底失去信赖 第二 清立新政还在进行中 范仲淹可是主持大局的人 哪有临政换将的道理 不过 即便如此 要知道仁宗皇帝对范仲淹的信任 已经大步不从前了 有句话说得好 不是不报 是时间未到 关键是让仁宗决定对范仲淹做动作的条件 还不够成熟 转眼间时间很快到了清立四年 也就是公元1044年的6月 西北边境出现战争隐患 范仲淹一再要求赶赴前线 仁宗看事已至此 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 到这里为止 范仲淹虽然还挂着掺之正事的这个头衔 但其实已经结束了在京城的从政生涯 各位我们想一想 从他被任命为掺之正事到被调去西北 前后才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而这一年范仲淹56岁 这一次离开北宋的政治中心 从表面上看是范仲淹一再要求的结果 但真正的原因是范仲淹已经失去了 仁宗皇帝对他的信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归纳了三个理由 第一 独裁君王的猜疑积累到一定地步 就会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物的心理 就有点像曹操当年说的那句 您叫我父天下人 修叫天下人父我的意思 第二 前面提到过 新政实施了一段时间 但没有多大效果 很多是不了了之的 这个让仁宗皇帝很不满意 理想落了空 希望便失望 对他来说 范仲淹的期待值和利用价值也就不大了 第三 范仲淹是个刚正不阿的人 也是一个很有原则坚持的人 他常常会为了国家治理 朝廷用人等问题 向仁宗敬言 要知道 忠言难免逆耳 良药我还会苦口呢 但对仁宗皇帝来说 有时候这样的大臣挺烦的 既劳神又费力 相对来说 和那些擅长揣摩圣上心思的 能迎合自己旨意的大臣们 待在一起就愉快很多 我想什么 大臣们就抬我马屁 很舒服 那么既然范仲淹 你执意要走 仁宗皇帝干脆就顺水推舟 把他调离京城 自己也好耳根清净一些 仁宗皇帝最终还是对范仲淹失去了信任 无论是范仲淹还是欧阳修 他们口口声声称有君子党 那么范仲淹等人到底有没有私下结党呢 他所谓的君子也有党 到底该怎么理解 对此我们不妨拿历史上他们发生的两件事情来说明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范仲淹和复辟的 经历四年 西单与西下发生军事冲突 时任参知正式的范仲淹担心这是一种军事假象 对方真实的目比例是我们宋朝 建议朝廷要大规模调兵遣将予以防备 复辟不同意范仲淹的分析 认为范仲淹你小题大做了 复辟根据自己初始西单的见闻和一系列的军情报道来推断 西单不敢轻易向宋朝举兵 否则他将陷于和宋朝的战争当中 而处于被西夏偷袭的被动局面了 范仲淹听完后情绪激动 坚持己见 严厉的批评复辟等人 你这个观点是错的 可最终朝廷还是听取了以复辟为代表的多数人的意见 没有行事动众调遣部队造成无故的损失 然而在这一场的真容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始终对视不对人 不在意争执时双方情绪的激动和言语的过激 范仲淹 复辟都没有因此而怨恨过对方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再说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 当初范仲淹一开始在京城担任检官时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他指出了仁宗皇帝万万不可带领文武百官 去给刘太后祝寿那会儿 欧阳修曾就其他事情认为范仲淹没有尽到言官的职责 为此还专门写信批评他 各位 以上两件事情在续自治通间长边 和举欧阳修冲金略掌书记状 这些史料当中都有记载 是客观的 不难发现范仲淹 欧阳修 复辟等人 他们根本不是互相包庇 谋取小团体私利的盆党 他们是良师益友 是耿直大臣 是志趣相投的政治伙伴 所以不管是范仲淹还是欧阳修 他们说君子党 说川楼也就是一心为公 尽心为国 在政治立场上相敬 但在朝政见解上各自独立的一帮人 他们各书己见 但有同心协力 在清历年间共同主持了清历新政 实际上大臣间这种和而不同 但有同心同德的工作 这种关系 对皇帝用人治理国家来说 是最理想的状况了 怪只怪 仁宗皇帝不够有远见 悟信了小人的谗言 白白错过了这些良力能成 然而 当范仲淹离开朝廷以后 政局果然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 不愿意范仲淹重新回到 京城任职的反对派 四处寻找机会 想方设法排除范仲淹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 不久 他们果然找到了一次机会 借口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政治清算运动 趁机将范仲淹等许多政治盟友赶出朝廷 彻底削落了范仲淹的政治力量 那么 这次保守派的反扑会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整件事情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好的 各位观众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范仲淹为了表明自己 无心加入派系斗争而离开了朝廷 以下总为首的保守派 借机发动一次政治清算运动 他们会找什么样的借口呢 执行了一年的新政 是否还能够尽死下去 系列节目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浙江传媒学院扬极 明日将为您讲述第六集 孩子 清算